先讲讲背景 因为其实昨天政府和警务署都已经发表了声明 认为那天星期日的活动 就不属于警察通例规管的一些政治活动 先讲讲这件事 其实现在摆在面前两个话题 或者两个议题 第一你星期日出席的活动是否属于政治活动 你的发言是否一个政治言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然你当日的身份 是不是警务人员都很重要 但是刚才柳sir已经说了他已经不再是柳sir 这个是柳sir的说法 其实根据公务员事务规例 如果你虽然是叫退休前休假 但是你仍然都受到公务员事务规理的规管 因为你的身份仍然都是公务员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有争议的 公务员的身份是公务员事务局声称的 所以一开始我其中一个声明很清晰的 我要讲两点 第一警务人员是不可以涉及任何政治性 特别是选举性的政治性活动 那一天 大家看到台版面前是两个宗旨 一 就是将逐匹的文化说出校园 第二 警察 严格执法 我看不到这两个的宗旨 这两个的看法是有政治性 以为政治性令到一些人觉得是政治性 我一个很谦虚的一个看法 为什么有政治的方向的人 政治取向的人来 对不起我用一个比较粗俗的说法 是踢管 那你现场看到的就是全部讲粗口 全部都自知的手 只是终止冒自知 所以你很明显 我先不说你究竟是不是警务员身份 你起码第一点 你都觉得那天的活动 第一 不是一个政治活动 你是不是认为这样的立场 我当然有这个信念 才会去这个地方 一个能够做了36年警察 我持守的是法律 我相信如果有任何违规的人 我甚至没有放退休前的休假 我都会信守香港法律 这是很清晰的一个信息 而且不是第一次在你们这个媒体 这个频道里面说 我是重复说了很多次 明白 但是到你这样 我引述 如果我错的 你请你说我错 我看回当天的报道 就说你在台上曾经这样说 他说 我们不可以让不宜 歪论 歪理进入立法会 以及进入任何学校 这个话是不是你说的 当然 是 因为你看到我较早之前 你记得全会都说了 我想这个节目主持人说得很清晰 他说 为什么你可以想想 如何改变自己的文化 我挺心痛的 作为一个香港出生的人 香港一生持守法律 嗯 现在的问题是源于一些野猫式的选举 令到我们一些组体文化进入了议会 当制造法律的团体 即是立法会 里面有议员 不尊重法律 明白 你叫外面的人怎么去看 这句话 如果里面作为一个 sample 作为一个典范 作为一个解冒 我说立法会议员 是 外面下一代怎么看我们的法律 明白 怎样去尊重执法者 这句话令我想 其实你也在评论 究竟有什么类型的人 才是比较适合做立法会议员 那这个是否属于政治言论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属于政治的言论 是的 这个是一个政治言论 你也在说某类型 某类型的人才可以 某类型的人比较适合进入立法会议 有些人就不适合进入立法会议 那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政治言论 你同不同意呢 我又不是太同意的 嗯 嗯 其实呢 在现时呢 很多看法真的很好笑的 是 如果说有立法会议员出席的呢 就是政治环境 政治活动 嗯 那如果有 有这个叫做小朋友参加的呢 就是儿童活动 我们不可以用这么简单的地方去实断 嗯 我们会看到的 为什么要这个言论 因为我在台上见到 有很多 惯用这种技术的立法会议员 站在那里 踢在钟子对着我 嗯 我不是有心去说一些政治性的东西 嗯 但是我是在说现场 那时候当下的环境 嗯 这个是我的看法 嗯 那我会觉得 由我的看法 我不会觉得政治性 不过我会凭良心 说出我当时看到的东西 嗯 这个是不是政治性的 已经不关了 因为整个警察总部 和政总已经说了 这个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 我也都不是一个警察人员的身份出席 嗯 这样你们说什么 我都觉得 都是一个人的意见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我尊重很多有不同的看法人的意见 但是这个是我的看法